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TUB战斗机在温尼查州坠毁之前 击伤美军和乌军飞行员 未曾报告故障或其他险情 乌克兰总参谋部10月16日表示 一架苏2TUB飞机在温尼查州失势 造成两名飞行员丧生 其中一名是乌克兰东方空军指挥部指挥关伊安比德联科 另一名是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军人 消息人士趁没有任何录音显示飞行员 在飞机失事前曾呼救过报告险情 也就是说没有关于故障或险情的报告 他指出 美军飞行员彼此误解导致事故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因为乌方飞行员可以用英语与美国同事交流 乌空军还表示 这是美军飞行员数次进行苏27UB战机试飞 美乌双方在国际军演开始前一个月 决定了乘坐美国F15飞机的乌克兰飞行员名单一 即乘坐乌克兰苏27UB战机的美国飞行员名单 消息人士趁 所有参加演习的美军飞行员 都有至少1500小时的飞行时间 他表示 国际调查组将对事故人命进行调查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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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